慶祝重阳节 除了政府会发放敬劳礼金 泰山区长也特别前往百岁人瑞的家中 送上诚信的祝福 其中刚满一百岁的人瑞王福东 特别和观众朋友分享自己的养生秘诀 身体很好 看不出来 百岁身体这么好 看不出来是已经一百岁了 看起来身体相当硬朗 脸上总是带着亲切的笑容 他是住在泰山区的百岁人瑞王福东 聊到自己的养生秘诀 平时不但烟酒不沾 最重要的是不要胡思乱想 我民国十三年生日 今天也十三年刚好吗 一百岁 我平常的时候烟酒都不愁 生活的时候我是很平常 脑袋瓜子的时候不乱想 泰山区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有一万多人 其中超过百岁的有八位 区长郑淑敏特别带着敬老金和贺礼 前往长辈的家中拜访祝贺 特别来王伯伯家 他刚好今年满一百岁 所以我们来赠送我们的敬老状 还有我们的金锁片 另外还有两万块的红包 已经会录到伯伯的账号里面去了 在这边祝福我们泰山区的长辈 都活得健健康康 大家要假霸力哦 今年敬老礼金除了可以汇款到指定的账户 也提供到公所的现场领取现金的服务 如果民众接到来路不明的电话 记得要一听二挂三查证 记者高新峰林景云泰山采访报导